一男子将自己整容成漫画人物 这样更好看吗 因为搬家突然导致的超强记忆力 是什么原理呢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 就是六个过着习惯生活的人 一起来看看吧 不穿鞋的人 25年前 泰拉决定生活在丛林中 他选择了华盛顿西部的热带丛林 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他每天睡在树上或者苔藓上 并且他在丛林中活动不穿鞋 他还教别人如何利用自然资源 代替健身器材锻炼身体 现在68岁的他在森林中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并且他的故事还被写进了国家地理中 整容成偶像 罗德里哥十分喜欢电影玩具总动员中的肯 为了变成肯的模样 罗德里哥多次整容 还染了金色的头发 现在的他十分像一个塑料娃娃 疯狂的人不止他一个 还有一个是猫王贾斯丁的粉丝 今年37岁 为了更像猫王一点 他也经过了很多次的整容 超强记忆力 1974年7月 吉尔布莱德突然发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 他是一名电影的剧本监督人员 那天他突然发现 不管别人问他什么 在他的一生中 不管是一件多么微不足道的事 他都会给出十分精确的答案 当他从加利福尼亚搬到新泽西州之后 他的大脑突然变成了这样 经过医生确诊之后 他确实有异于常人的记忆力 几乎可以记住所有事情 不怕冷的人 一男子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只见他擅身不穿衣服 可以在冰中正常地坐着 据称他有一种特殊的锻炼方式 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心脏 以及血管的收缩和舒张 有人称他们为冰人 他坐在冰上可以完全集中注意力 因为他可以在冰上度过两个小时不受伤 所以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像狗一样生活 彼得每天都会在两种角色之间切换 他是一名英国的火车照明工人 白天他会在工厂上班 等到回到家中 他就会变成一只斑点狗 一旦他穿上了这套衣服 他就要求周围的人像对狗一样对他 他会像狗一样吃东西睡觉 因为他这种特殊的行为 导致他的老婆和他离婚了 生活在铁肺中的人 1952年 6岁的亚历山大被确诊患有小儿麻痹 由于他的隔肌瘫痪 所以不能自己进行呼吸 所以他不得不住进铁肺中 铁肺是一种辅助小儿麻痹患者呼吸的机器 他在铁肺中整整生活了68年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他呼吸正常 他也是最后一个居住在铁肺中的人 现在的医疗不用铁肺 也可以帮助病人呼吸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医师传播 请问去世的兔子 请问去世的兔子